被太阳晒得红彤彤 再变得黑悠悠 打个顿年花就溜走 今天又是来操一个羊毛 有一个活动Cineplex 有一个周末 不是Cineplex 是National Cinema Day National Cinema Day 4块钱的一张电影票 然后发现 座位全部都定了剧满 不管是什么电影 什么场次 全部都满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 到底能够进去吧 应该是在外面 这边真的没劲 奥奔海沫 本来我们也没选 但是怕看不懂 所以还是准备等它 线下上映了以后 我们再加弹 李克生的小马 都没信心能看懂 欢迎来到小孟买 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那么多人 但是比平常的感觉 还是得多一些 这个电影票 但是我们并不是水 我们一般就是在马尔卡尔里面 开始上任儿了 反正我们在网上看一看 我们全部进马了 这马尔就是 海洋对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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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视频太久了 我们都忘了看的啥片子了 今天来给车做保养 还要顺便看一下车发动机灯亮了 机油已经货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 engine light的问题 上回没有完全解决掉 所以可能还要过来一趟 把车drop到这儿 然后他们会花时间在白天修一下 这是又一个新开的冰室 好多人呀 看看 好多人 这儿今天好像有个什么活动 还是什么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上菜天王 乐踹传承 今天过来还是要在shoppers 取一个药 refill一个prescription 小刘同学要补一下铁的 铁的含量有点低 上回家的医生建议的 所以过来今天把这个 新的这个药拿一下 这好像一会儿有发月饼和大米 看单都已经拿上来了 但是我们应该参加不了了 太久了 应该是中休节的一个什么活动 这是它的节目单 周日下午我们浅浅的出来逛一下 来到这个Rooch National Urban Park 这个停车场刚刚还 也就还是有一些位子 但是很少了 人还是比较多来这儿 这个周末 等于又来到了一个 类似于霹雳角的一个沙滩 比如说站到那个尖尖上 感觉就很像 今天还是挺晒 虽然温度并不是特别高 出来走走还是能放松一下心情 在这海滩上听听海鸥的叫声 在拍照呢 火车还从这个地方路过 Go Train 是应该往VB方向走的 那个Go Train吧 靠嘛 在边缠绐巴 小冬下水 千万万用点吧 倒下水 噴 桥下钓鱼茜翼啊 开始爬坡上桥 过去右边的桥 过到桥对面就是另一个车 加拿大的生活是不是极度无聊啊 还是有啥好玩的给我俩推荐一下 怎么形成了这一个被围起来的一个小区 在这还看到Pickering的牌子 我们现在就是站在Pickering的地界上 就是在这盖一栋房子 接着开到了Portunion 走了两步就去下一站了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Gio Guild Park 那是那是参加婚礼的吗 然后这里有几个大的罗马柱 然后这边好像还有人弄了好多摄影机台 可能是拍摄什么东西 这就是周末的一个小郊游 这是个码头 应该是有什么婚礼啊 或者是什么活动之类的东西 大家穿的都非常的隆重 这个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婚拍照的地方 这边就有人在拍婚礼的照片 不知道是哪一个种族的婚礼 这边就是这个罗马柱 拍摆照啊 休闲一下呀 大的罗马柱 弄成了一个门 应该非常适合拍照 尤其是拍婚差照这种 在这里躺着野餐 貌似也不错 走了 回家前来拿个外卖 已经忘了吃的啥了 今天我们又是查了一下车 然后旁边有一家叫 金鱼粉就过来吃 已经尝尝没吃过 我再点一个双听 牛肉米粉 还有一个 蒜豆皮 然后这个小菜 就是套餐的一套 所以我送那支 我刘成员点的是一个 烧焦肉沫 再加了一个虎皮蛋 尝一尝吧 还有汤放在旁边 如果想要吃一半 然后再倒进去 享受一个汤的米粉也可以 反正还可以 尤其是这个装膀看来就好了 开动吧 性价比不错 要这么看怎么感觉我们每天都在出去吃饭 但实际上并不是啊 今天尝一下新开的驴肉火烧 这边还可以外带整块的驴肉 火烧酥脆驴肉软烂推荐 呃我们貌似又出来买饭了 今天吃的是川芋小馆 打包回家的忘记吃的啥了 觉得味道还不错 今天过来看一个商家直播还是什么 老是能在小红上看见的一个 Wear House 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是在240的这个 最后貌似也没买啥 这期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